乔委會舉辦二零一七年 橋商創意創新產業 觀摩團商機洽談會 共邀請了二十間創意創新產業 共三十五位橋商 還有國內十四家優良廠商參與 希望促進彼此商機交流 以及技術合作 以帶動國內的投資 還有產業發展 將臺灣創意經濟軟實力 推向國際 臺北進出口商業同業工會 裡做得滿滿滿 這裡頭包括三十五位海外橋商 以及國內的十四家優良廠商人員 大家彼此交流互動 而國內廠商們也把自家產品 全部擺在桌上 供橋商們參考 現場相當熱絡 橋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 特別抽空來到現場和大家見面 他致辭時表示 政府為加速國內產業轉型升級 打造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 綠能科技 神技醫藥 國防產業 新農業以及循環經濟之五加二創新產業 作為驅動臺灣下一世代產業成長核心 而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可以作為海外橋商的一項利益 這個信用保證基金呢 政府也特別有一個專案的計劃提拨二十億 那它的係數 信用係數是十倍 所以說可以承保兩百億的貸款 我講是台幣了 兩百億的貸款 希望所有我們有關於海外 我們從事於不管是創業 或不管是在這個業務營業的周轉等等各方面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來利用這一切 僑委會為觀摩團五天的行程安排走訪台中新竹桃園以及台北等地文化創意中心 參訪綠能生技醫療以及循環經濟等企業效果驚人 每核採購金額超過新台幣兩億元 像是將食品事業多角化經營的紐西蘭中華婦女會會長鄭廷文就收穫滿滿 包括完成與台灣自行車大廠美麗達簽約事宜 也與紙箱王進行一頁結盟 準備開設親子餐廳 引進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空拍機 到紐西蘭潑撒農藥等等 參觀的廠商紙箱王 也是讓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在現場也跟他們簽訂了 會引進去紐西蘭開慶餐餐廳 然後再來因為我本身在紐西蘭是做食品業的 那我希望把我們的食品業從店面化改成超市化 所以我現在還繼續跟三家廠商在談說 食物機械還有包裝機械的合作 台灣自通訊與半導體產業在全球產業生態鏈 具有舉足輕重地位 政府希望海外僑商與台灣緊密連結 集合矽谷與創新台灣 將台灣創意經濟軟實力推向國際 台灣宏觀電視何彦奇 呂迎林 台北採訪報導 海外玩得很少 觸動